自从他欧阳青当上了我们的旅长 我们就没发过一次军箱 也没钱回请各位弟兄 在下真是惭愧 惭愧 咋 欧阳青就那么小气 要打仗了也不给弟兄们见长浑香 连军奖都发不出来了 他哪有钱招呼我们 瞧瞧你们 我们骑兵驴呢真是亏大了 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 欧阳青这生意呀做过了 就是 到时候立功受奖的是他 你们饿着肚子上战场 给他当炮灰 要是我才不干呢 就是 谁说不是呢 兄弟们早就憋着一肚子的委屈了呀 来来来兄弟们赶紧吃吃吃 是愣着干什么 我吃不下 心里窝囊 你窝囊个屁呀 再过几天你这一百来劫 还不知道扔哪呢 来 吃 要死也得做个饱死鬼 知道吗 吃 我可不想饿着肚子上战场 家里老婆孩子都等着养活呢 连军饷都不发 凭什么给他卖命 越想越生气 老子不干了 找他娘的欧阳清要军饷去 弟兄们 咱别在这混吃混喝了啊 咱问他娘的欧阳清要军饷去 他不发军饷 咱去他娘的不出兵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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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住 撑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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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长 军长 不好了 出事了 其中你这帮人闹起来了 现在正方警察局来呢 闹起来了 他们闹什么 好像是 要跟副司令要什么 拖欠的军饷 华盛多出兵了 这个时候他们要什么局下 不知道啊 局长要不要 要不要躲一下 躲啊 这 好 我先去 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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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激动 有什么要求呢 尽管提出来 我军长 我军长 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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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不发军侠 大家都知道 现在国家很困难 上头的拨款一直都没有下来 所以只能啊 暂时先欠着 等政府的手头宽裕了 一定补发给大家 弟兄们 大敌当前哪 不能听小人的挑唆啊 没有人挑唆我们 副司令 我们只是想要回我们自己应得的东西 这副司令要是不给的话呀 我们就不除兵 对不对 弟兄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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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这样吧 我答应你们的要求 我一定尽快去筹钱 争取 在出发之前 把弟兄们欠的军侠 全部补发好 行吗 副司令 你该不会是耍我们的吧 这么多弟兄都在 我怎么会耍你们 大家相信我 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怎么样 大家先回去休息 容我一点时间 我去筹钱 一定会发给大家的 都回去休息吧 回去回去吧 兄弟们 既然副司令都这么说了 我们就先撤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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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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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君相 这齐兵律太不给我伤心了 这究竟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局长 我出去一打听 就全都明白了 就是这个马寿田 给保安团的每个人发了三块大洋 让他们请齐兵旅的人吃饭 就是他们煽动齐兵旅闹事 是杳军响 杳军响 这个老东西 背后给我捅刀子 是啊 我说怪不得呢 他这次这么痛快 就答应他的保安团 跟我一块上战场 马寿田他有钱玩得起 局长 你这次可是被他们给害残了 局长 要不 你出去跟骑兵旅的弟兄们解释一下 你告诉他们就说 他们这种行为 那是被人利用了 没有用了 你看看外边那个情况 这次不把钱发到他们手里 说什么都没用 这 不是 你说 你 你 你说这个老东西 他这么做 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有好处啊 你想一想 我们骑兵里不能够准时出兵 他们保安团 自然就不用出兵了嘛 不 不 这老东西 真他妈够歹毒的他 太大毒了 局长 要不 你去找马友兰小姐 商量商量 事到如此 也只有去找找他 看他院边也帮忙了 走 公公 干什么 这是干什么 走 为什么要抓人啊 欧阳青 你来医院耍什么威风 你当这里是你的警察局啊 你知道你父亲和佟三泉 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吗 我父亲 三泉 他们做什么 他们煽动骑兵旅的人闹事 说不给军饷就不出兵 难怪你今天这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对不起我了 我要不是被逼到没有退路了 我也不会允许我手下的人动粗的 请你体谅我 既然是这样 我回去问清楚我父亲跟三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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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是你所说的那样 我劝劝他们可以吗 我担心再劝也劝不回失去的军心了 我若愁不到军饷 他们是不会出兵的 那现在是不是还是钱的问题 骑兵里的地上 快把警察局给掀翻了 嗯 欧阳青吓得脸都绿了 啥条件都带了 这两天他又拿不出钱来 他死定了 你这个臭小子 歪打正招 你看 你连这个孙招都用上了啊 你真是 不过 你可立了大功了啊 你们今天给保安团的士兵发钱 就是为了尼坚部队 拖延出兵是不是 又来说话的口气和欧阳青一样 你们太糊涂了 在这个时候告不团结 嗯 你还假假懂什么呢 快坐一会儿 让坐上去 就是你管啥 爸 我怎么能够不管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委员长都派胡宗兰的部队进军延安了 马主席都亲自挂帅 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呢 还耍什么花招 去陷害欧阳青 你犯傻糊涂 你站在哪一边 我站在国家的一边 这匹夫有责 这没错 但国家亡不了 小鬼子都被赶跑了 中国怎么还会亡啊 千九万代这么多年了 亡的是朝代 不是国家 就是 爸 我再跟你们讲的是党国 如果党国的每个军人都像你们一样 那这个国家非亡不可 怎么着 给我上证着课 爸 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时候 不要和欧阳青作对呢 这是什么时候了 我们不能搞内讧啊 如果一旦 因为内讧而影响了出兵 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责任 谁需承担 我们也没内讧 骑兵旅的弟兄们 一年没给发军饷了 要上战场了还饿着肚子 谁给他们长官卖命 是 这件事是他马主席李逵 他不发钱 他欧阳青就没有办法发军饷 爸 请您先把个人恩怨放一放吗 等帮助了齐兵宇 渡过了这个难关再说 这说来说去 是想让我为欧阳青来付这个账单哪 我这 是 大敌当前 我们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再说 马主席那边 他迟早会把钱还给您的 钱我有的是 但是 要我拿出钱来给欧阳青的兵赴军奖 做梦去吧 小样 欧阳青没有今天 爸 我会再给你 都是你爸爸干哥干的好事 我这次是再劫难逃了 你手上不是还有一批 缴下来的货吗 卖了看能不能凑齐军饷 现在买货 得赶紧卖 不管能卖多少钱 先发给士兵一部分 可是 我时间上来不及啊 晚出兵总比不出兵的好 就说路上耽搁了 马主席也不会怪你的 可是我还是想留着那几货 来勾引共产党的 这一仗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 货放在你那儿 也派不上用场 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 我不怕死 在中尉 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我若是能立一功 说不定 能疲惊呆化地回来取你 欧阳局长不用想得太远 你还有很多事情能去做 是啊 是啊 你瘸得开吧 你不怕怎么做 你担心了 我能担心了 我给你担心了 我来我的联益 你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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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了 我没担心了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 我不知道 我不但不杀你 还要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副司令给我一条活路 在下感激不尽 需要我做什么事情 我一定赴汤蹈火为您办到 很好 我要你卖掉那批货还有军货 副司令别开玩笑了 我怎么敢卖掉啊 我没开玩笑 我正急需用钱 你把那两批货给我卖个好价钱 让我满意了 我会奖励你 我卖给谁啊 别给我装糊涂 你上次想卖给谁 这次还可以继续跟他交易 副司令别试探我了 属下真的不敢 你不做 我 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卖 我卖 记住 我只要先打烊 司令 我要是再找他 我可是出卖朋友了 我不敢哪 你连自己的命都不保了 还能记着你的朋友 行啊 赵大清 我看不出来你这么讲义气啊 放心 我保证不管谁来买货 只管收钱 副司令说的是真话 我骗你干什么 你草忽 那个人是童三泉 又是童三泉 原来是佟三权要这批活 看来他真的是共党分子 是啊 这回佟三权的尾巴算是露出来了 局长 你到底是要钱呢 还是要抓共党分子 钱也要 人也要 你把赵大清稳住了 不要让他露出蛛丝马迹 叔叔还明白 这回要是再把佟三权放暴了 我为你试问 是 打电话给佟三权 过 我怎么打呀 苏司令 他知道我被你们抓了 他肯定不会相信我的 你不打电话 我就强逼你 我打 我打 接报案团 我看点啊 喂 喂 三权 三权 你不是被欧阳青抓了吗 你不是被欧阳青抓了吗 咱 放出来了 不是 我被放出来了 三权啊 能不能出来一下咱们见个面呢 啥事 很重要的事 就是上司说的那屁股 还要吗 喂 三权 还在吗 我在 能出来一下吗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我在骑兵里呢 你的保安团 我在这儿等你 他说他在保安团等我 戴上去 走 走 张北长 我看你还是别进去了 这同三权又知道警察局的人来呢 他什么也不会跟我说了 好 我在这儿等着你 别跟我耍花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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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长 您 您看 我来到公开店长 接您了 好 您 您 自己来的 对呀 自己来的 欧阳青叫你来的吗 没有 没有 他不知道你跟这事是乖的 你不是被抓了吗 咱就放你出来了 这欧阳青最近缺钱花 急得很 他让我找人 把那两批货卖掉 换成现大洋 欧阳青缺钱 我知道 那兄弟你看 仗次那个老吴 能不能帮我问问 还要不要那些货了 现在是欧阳青要做买卖 不是你老赵了 我凭啥相信 兄弟啊 哥哥现在可是戴罪至身 那两批货卖掉以后 你照样拿三成 不 四成 四成怎么样 就当帮哥哥哥忙了 上次老吴都没看到那批货 你到底有没有这货 那义兄弟呢 你说怎么样能相信我 这啊 你把货 全部都提到码头仓库来 当场验货再谈价 那儿 我的人肯定不会再进骑兵率了 好吧 等我信 成 通三权说要我们把货 全部提到码头 他验完货才肯跟我们交易 这个容易 答应他 学长 货都运到码头 很有可能出危险哪 他抢不走的 给通三权打电话 就说他的条件我答应了 是 这是保安团的通三权同志 晓瓦 这是老吴同志 老吴啊 哎 童三权同志的身份在中卫 你是第三个知道的 一定要严守秘密 好的 早就听洪六同志说吧 中卫有军队 有咱们自己的人 原来是三权同志 这则辛苦你了 全王呀 欧阳清这笔交易 你答应得太鲁莽了 这是很危险的 万一是他设下的陷阱 让你跳呢 就算是陷阱 也要试一下 干娘 我也仔细想过了 第一 欧阳清积蓄这笔钱 这是真的 他还跟我干爹借过钱 我干爹没答应他 他为了得到这笔军饷 已经疾风了 第二 这笔物资和军火 我们不得这么积蓄 如果这次错过的话 很难再有机会了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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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量小心不暴露身份 第一第二还有道理 这第三啊 纯手胡说 你怎么谨慎啊 想过吗 我 我 我还没想好呢 这不想跟干娘商量吗 老吴同志 哎 码头验货还是你来去 好嘞 童三全同志不要露面 好 好 我挺干娘的 童三全要我们把货全部装船 再带钱来跟我们交易 这小子是越来越紧了 肯定有人背后跟他出主意 那怎么办 局长 咱们现在可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那也没办法 谁让咱们现在求着他 那 只要他到时候把钱带来 什么条件都答应他 老赵 你就在这儿等着他 这个事交给你 一定要把价钱给我弹好了 我和童三全商量好了 他要四成 副司令 您看 他够黑的 四成 行 你答应他 哎 这是我亲信 没问题的 嗯 货都验清楚了吧 清楚了 那我还要那个数 我老板手里的现金就这么多了 再多也拿不出来 成 那咱们就成交 好 那就请赵老板装船吧 现在就装船 是啊 我必须得保证我老板的安全 货现在还在你手里 你怎么办 万一都是我拿着大洋过来 你反正回来怎么办 还是吴老板办事稳的 行 到时候你别放我鸽子就成 不会 这些我都给你办妥了 几时拿钱来啊 老板还得把钱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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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晚上的 还是这个时辰 还是这个时辰 好吧 就等边了 这些时辰 看这个时辰 你还不得了 你们看我的车 扳得可大了 可大啊 很可大 只是佟三田一直没有露面 这个老吴靠得多了 靠得多了 靠得多了 可是我不相信他 把司令人临近一回事 我要童三权自己拿着钱来和我交易 他是保安团的人嘛 万一出了什么闪失他跑不了 就是冲着这层关系 他也不敢耍我对吧 不是 傅士兵 童三权说他不能露面 他怕他干爹骂他 他怕他干爹骂他 你就不怕我吧 傅士兵 您不是答应我 我只管收钱不抓交易的人吗 我没说要抓他 冲三权还有四成的好处费 我得当面给他呀 好 我来跟他说 你把他丢好 让他别紧张心 他要是不来交易 你可就要吃钱 碰 碰 欧阳青一口咬定要让你出眠 就是想要引你上钩 你要是出来的话肯定得出事 这事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 是 如果错过机会 那批屋子在哪儿老师 现在欧阳青 既想要钱又想抓你 咱们现在就利用他想要钱这一点 尽快让老胡和赵大清接头 然后把郭抢回来 行 可不是得抢吗 咱们现在哪儿要三万块谢蓝牙了 那现在就老胡一个人 咋可能吗 老胡以前当务兵伸手还不错 我说 中卫呢 有几个老党员 又发展了几个新统治 当手也够了 我还是觉得不妥 我来吧 欧阳青我来对付他 你就是把他杀了 你自己也暴露了 那你说咋办 你就听我的 在保安坛等着 等我的消息 那我来干啥吗 谁养出来 同三前面 这是命令 可欧阳青已经知道 那个签线的人就是我了 可是他们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 赵大清必须死 你说这出兵期限已经过了 可是我没听说骑兵里有什么动作 欧阳琴应该还没搞得起 你说这炎武军机会判断的什么队呢 是杀头呢还是革职呢 谁知道 你不是一直恨欧阳琴吗 你还不找县长问个清楚 对 我 杀琴哥 你咋来了 看看你呗 我出去站站 有事 不想啊 去面不租 你不就去哪儿 你都在我旅行 我不能打入我 那你先 DON'T 我先去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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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带着我 你自己去那儿 我先去那儿 你先走 不喝酒啊 赶出去走走吧 不行 今天不行 我真忙着呢 你还在为欧阳青的事 生我的气 没有没有 我咋会生气呢嘛 谁 是我 老吴 爸 码头那边咋样 有啥动静没 我已经派了两个同志盯住了 看来呀 这个欧阳青非常自负 从昨天把那批货装穿以后 就再没动过 好 我还以为欧阳青又要耍滑 把货掉包了呢 我看暂时没这个危险 同志们都来了吗 再来了 加上安插在码头的人 一共七个 好 都会玩枪吧 有几个从前是游击队的 您就放心吧 好 三军哥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嗯 啥事 还要进来 以后少跟洪流客栈的老板娘来访 了 咋了吗 你为啥不喜欢我干娘 我不是不喜欢她 她客栈内的老江 前几天把欧阳青的货给截了 她那个店有问题 那是伙计干的 跟我干娘有啥关系 你现在的口气咋跟欧阳青一样 哥 你太天真了 欧阳青现在已经暗地里面调查这个客栈 而且还在调查与之相关密切的人 你现在已经是他怀疑的对象了 怀疑我 有啥证据 你的那把枪 就是他让李伟雄给偷走的 你不记得了 偷了枪子 你说你也不明白 我当然知道你是清白的 可是你也不能不听我的 以后还是不要跟他搅和在一起 欧阳青现在已经不再怀疑他是不是土匪 而是在怀疑你们俩是不是共党 他瞎说 以后你也少跟欧阳青往来 梅子 干娘在我心目中跟你一样重要 我从小没杀亲人 你 干爹 干娘 以前还有中漢 我一直把你们当亲人 别忘了 别忘了 你还有你的亲生儿子小石头 对 把小石头给忘了 你看你这个爹怎么当的 一点都不合格 晚上没事回家吃个饭 看看小石头 成 走了 你现在可是骑兵旅的正团长了 今天咋又不爽啊 你现在可是骑兵旅的正团长了 今天咋又不爽啊 要的是这样子 它明明da 哪怕 还是友兰和三权的事啊 我上次开枪打了三权 我现在心里毁得不得了 你早该后悔了嘛 可是我后来仔细想一想 我可能要被人利用 你说你这么大一个汉子 咋就被人家利用了 你没脑子啊 是 现在后悔也不可 你说谁利用你啊 欧阳青现在是明着追悠儿了 我那天喝醉了 李月经说的那话 真是存心挑拨我 可是我回头一想 谁也没拔了你手 向三权开枪不是 干娘 我是真别犬 汉娃呀 你跟干娘说这些有啥用吗 你现在就应该找三权说去 你现在就应该找三权说去 你最对不起的是他呀 我拉费那脸我过去扫了 扫啥嘛 自家的兄弟 喝两口酒 把话说开了就行了嘛 方娘 他能理我吗 汉娃 他理不理你你都得去 你们现在马上就要打仗了 你们现在马上就要打仗了 心里存着话咋行吗 汉娃 干娘现在就给你拿两坛酒 你马上就去找他 怎么样 你还要打仗了 局长 这 那谁吧 局长 他是我的外甥 干豌豆 您认识的 局长好 上次 我跟你说的 安插在中卫共党内部的眼线 就是他 就是他呀 说说 有什么新的情况啊 老吴 老吴 按原计划行动 提前两小时 提前 打他个措手不及 那你怎么办 我跟你们一块去 欧阳青对我最感兴趣了 我把他引开 掩护你们 洪六同志 你放心吧 你去吧 跟同志们交代 我先回去了 后队 去吧 你咋的呀 你咋的呀 找你说说话 回头上个正常啊 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和你说话 咋 交代后事了 你咋的呀 你咋的你这张臭嘴 谁的后事啊 你咋的你这张臭嘴 你咋干啥呢 今天这两瓶酒啊 咱哥俩得喝透 我今天不想喝酒 我今天不想喝酒 干嘛 酒状松人胆 我要不拎这两瓶酒啊 我是拉拎脸皮来报案团 喝 坐下 副司令 那个老吴刚才来电话 说交货时间提前到晚上八点的 投三圈会露面吗 老吴说他会过去的 知道了 你出去等 是 又在耍什么鬼话场 看完刀 你怎么不知道这个消息